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 点赞 收藏和转发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要跟你讲的这本书叫 汴京之为 汴京就是北宋的都城开封 开封城里有一条河叫汴河 就是清明上河途中的那条河 所以开封又被称为汴京 汴京之为说的就是开封城被包围的故事 被谁包围呢 被北方南下的精兵 所以这本书说的其实就是那场 导致北宋王国的靖康之变 说起靖康之变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今天这本书难道还能谈出什么新观点吗 不瞒你说 我从这本书里还真的读出了新意 在作者笔下 靖康之变充满了戏剧性 精兵南下包围了开封 本来根本没想灭掉北宋 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却使得精兵改变了目标 决定灭掉北宋王朝 还把宋徽宗 宋清宗这对父子抓起来 带回北方 那问题就来了 精兵为什么会改变目标呢 在精兵包围开封城的这段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呢 今天这本书的作者郭建龙 就抓住这个历史的细节 为我们展现了靖康之变背后的复杂故事 说起郭建龙啊 他是今年来展露头小的历史写作者 代表作包括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等等 出版以后都迅速成为长销书 下面啊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为你展现郭建龙笔下的靖康之变 第一 开封城是怎样陷入精兵的包围的 第二 为什么说精兵本来根本没想灭掉北宋呢 第三 精兵后来又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决定攻陷开封 把北宋给灭了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哈 开封城是怎样陷入精兵的包围的呢 在我们的想象中啊 靖康之变发生前夕 北宋应该已经风雨飘摇了吧 因为这时候离王国已经不远了嘛 作者呀 却在这本书的开头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 也就是说啊 从靖康之变往回推三年 那时的北宋啊 正处于盛世的顶峰 怎么只用了三年时间 开封城就给包围的呢 我们回到靖康之变发生的三年前 来看看那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啊 当时的北宋啊 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 似乎啊都处于顶点 文治方面呢 北宋歌舞升平 经济繁荣 开封城的朱雀门外 一到夜晚就张灯节彩 大象国寺外面的市场啊 每天都车水马龙 皇宫外面不远处呢 就是妓女扎堆的花街柳巷 达官贵人啊 经常在此流连忘返 位于北宋权力顶端的宋徽宗啊 当然就更不忘享受太平盛世 当时啊 他刚在开封城东北 建造了规模巨大的皇家园林 还从江南地区啊 运来了奇花一石 用来装饰 其中啊 有一块来自太湖的巨石 因为实在太大 动用了上千名工 在岸上拉嵌才一路运到了开封 为了通行顺畅啊 一路上甚至还拆了好几座桥梁 这些啊 是文质 我们再来看看武功 就在这一年啊 宋徽宗完成了北宋历代君王的夙愿 他收复了幽州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附近和河北省北部一带 这一带啊 早在五代时期 就被后晋王朝的开国君主石敬唐割让给了北方的契丹 你如果打开一幅中国地形图啊 就会发现 河北省北部的燕山山脉 是阻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南下的唯一屏障 幽州割让给了契丹 中原王朝从此无险可守 游牧民族一个俯冲 就可以冲进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 所以啊 北宋王朝从太祖赵匡印开始就一直梦想着收回游州 宋徽宗是北宋的第八位皇帝 他在位时终于收回了游州 尽管啊 过程并不光彩 当时在中国的东北部 女真族逐渐兴起 建立了金国 金国为了消灭西丹的辽国 和北宋约定 双方夹击辽国 胜利之后啊 辽国的幽云十六州划归北宋 所谓幽云十六州 除了刚才说的幽州 还包括中原北部边境的其他地区 主要是山西北部的云州一带 这个约定啊 就是所谓的海上之盟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当时 北宋和金国并不接壤 双方使者要坐船经过渤海 才能联系上 宋徽宗和金国签订了海上之盟 满打满算 以为这下可以光宗耀祖了 没想到事情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 北宋的军队啊 很不给力 他去进攻已经走下坡路的辽国 居然还被辽军打得大败 后来啊 幽云十六州 还是被金国打下来的 宋徽宗啊 很无奈 就派人去和金国再三交涉 最后付了一大笔钱 金国才勉强同意 把幽州移交给了宋朝 虽然战略目标没能完成打了折扣 只收回幽州一个州 宋徽宗还是欣喜若狂 下令把幽州改名为燕山府 还派了官员去接管 北宋朝廷啊 还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然而 仅仅三个月以后 北宋的都城开封 就被金兵给包围了 朝不保夕 风雨飘摇 这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早在宋金联合灭辽的过程中 金国一些高级将领啊 就已经看出 北宋在军事上的软弱 产生了侵略宋朝的念头 就在这时啊 又发生了一件事 正好给了金国一个借口 当时有一个叫张绝的将领 他本来在辽国做官 金兵攻打辽国的时候 他就投降了金国 金国对他也还不错 让他镇守平州这个地方 平州啊 大陆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东部 不过 金国内部有谣言 说张绝这个人啊 有异性 早晚要返叛 张绝对此很不安 加上他本来就是汉人 于是决定带着平州的土地 一起投降北宋 宋徽东一看 还有这么好的事 白那一块地 于是就接受了张绝的投降 这下可就闯下了大祸 金国一批将领啊 早就有侵略宋朝的心思 现在好了 宋朝自己送上门了 于是在公元1125年8月 金兵分成东西两路 南下大举攻颂 北宋当初 连垂死挣扎的辽国都打不过 又怎么打得过朝气蓬勃的金国呢 到了第二年正月 金兵就渡过了黄河 包围了黄河边上的开封城 宋徽宗看到 兵临城下 吓得魂飞魄散 只好派人出城 和金兵一合 金兵呢 认为宋徽宗这个人反复无常 对他非常不信任 根本不愿和他谈判 加上这时 北宋许多大臣又认为 金兵南下是因为宋徽宗领导无方 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于是啊 宋徽宗只好引咎辞职 让位给儿子赵还 也就是宋清宗 宋清宗即位以后 把年号改为靖康 这时距离北宋的灭亡 已经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了 总之 北宋从盛世的顶峰 跌落到王国的边缘 前后过三年 这一来是因为北宋本身军事实力的软弱 二来是因为宋徽宗连续做出了错误的外交决策 先是联金灭辽 结果壮大了金国 刺激了金国的野心 后来又贪图土地 接纳张觉的投靠 给了金国南下清宋的借口 不过啊 金兵虽然一口气打到了开封城外 却并没有灭掉宋朝的想法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就带你一探其中的究竟 话说金兵包围了开封城 北宋朝廷就派了使节去金国兵营 想和金兵统帅接触一下 打探一下消息 巧的是金兵这时也派出了使团 想和宋朝谈谈条件 双方使团刚好在城外遇上了 于是双方就地谈了起来 金国使团首先安慰了一下对手 说你们不要害怕 我们听说罪魁祸首宋徽宗已经退位了 就已经不想打仗了 这次过来是想跟你们宋朝做一场买卖 做完买卖我们也就回去了 北宋使团听了很高兴 就问你们打算做什么买卖呢 金国使团说 这样你看行不行啊 你们宋朝把河北和山西这两块地方割让给我们 以后呢我们就以黄河为戒 同时你们再给我们一点赔款 这事儿就算了了 北宋使团吓了一跳 说这哪叫买卖啊 他们还很耐心地给金国使团普及了一下商业常识 说比如啊 有人想卖一匹布要价三贯铜钱 现在买家愿意出两贯零五百文 卖家说那您好歹再加一百文吧 于是双方最后以两贯零六百文成交 这个才叫买卖 你们那个哪叫买卖啊 简直就是抢劫 双方相持不下 最后不欢而散 北宋使团回去啊 向皇帝宋青宗报告了这件事 宋青宗对这件事的理解是啊 新人既然提出了条件 那就还有谈判的空间吗 赶紧的再派人去谈啊 于是北宋再次派出了使团 和金国使团进行了好几轮讨价还价 最后啊 双方谈好了条件 北宋不必割让整个河北和山西 只需要割让这一带的三个军阵 同时 北宋一次性赔偿金国 黄金五百万两 白银五千万两 只要北宋做到这几点 金国马上退兵 双方条件一谈好 宋青宗马上开始履行合约 对他来说啊 割地赔款什么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金国赶紧撤兵 他发出了割让三针的诏书 派使者带给驻守三针的将领 为了凑齐赔款啊 宋青宗还在开封城里大肆搜刮 当时谁要是肯捐钱给朝廷 帮朝廷渡过难关 就能换来一官半职 宋青宗甚至派人去妓院 命令老保们把积攒多年的金银 统统交出来 北宋朝廷上上下下奋战了十几天 总共收到黄金三十多万两 白银一千两百多万两 请注意啊 刚才我说到 北宋朝廷承诺的是黄金五百万两 白银五千万两 也就是说啊 经过多日以来的奋战 北宋大大小小的官员 总共完成了黄金任务的百分之六 白银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四 距离目标的完成 看上去遥遥武器 到后来啊 宋青宗甚至派人去跟金兵商量 若皇宫里啊 还有一点宝物 能不能也折算成金银啊 你看 这也是够窝囊 既然根本完不成 北宋朝廷为什么要许下这种承诺呢 这是因为北宋缺乏经济统计 朝廷对于开封城里 到底有多少金银珠宝 根本就没有概念 更有意思的是啊 金兵也不知道宋朝到底有多少钱 狮子大开口 开的都快没边了 作者指出 抢劫和勒索钱财 本来就是金国这次起兵的主要目的 金国呀 本来没想灭掉北宋 他们知道啊 要想打下开封城 并没有那么容易 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抢夺北宋的财富 这里啊 需要给你补充一个背景知识 金国军队是一支没有军饷的部队 他们的收入主要就来自抢劫 所以抢劫和勒索财富 是金兵打仗的主要动力 不过啊 金兵这次抢劫也并没有那么顺利 金兵驻扎在开封城下 北宋全国的军队也在不断赶往开封 支援前线 每天能来上万人 一个叫马中的人率领的军队 甚至还在开封城外打败了一支金兵 在北宋的援军到来之前 金兵是到处抢劫 肆无忌惮 自从在马中手下吃了败仗 他们就收敛了很多 这件事之后又过了五天 最重要的援军赶到了 他们来自西北边境 被称为西军 是北宋最精锐的部队 之所以说是精锐 是因为他们长期负责和西夏作战 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曾经多次打败西夏的大军 不断赶来的援军 让金兵感受到了压力 这时他们就更不会想着 灭掉北宋之类的事 只想赶紧勒索钱财 然后跑路 所以虽然宋朝 交上来的赔偿还是不够数 金兵也没计较 带上这些金银细软 就撤军了 总之 金兵的这一次入兴目标主要是抢劫财富 这是由金国的军事制度决定的 金兵没有军饷 只有靠抢劫获得收入 所以他们驻军开封城下 给城里设下压力 勒索钱财 等到宋朝的援军纷纷赶来 他们觉得压力正在转向自己这一边 还不如见好就收 于是就果断撤军了 不过 施行到这儿还没完 不久以后呀 金兵就开始了第二次入侵 所谓的靖康之变 就是这次入侵的结果 你可能会觉得 金兵这次卷土重来 目标大概就变成灭掉宋朝了吧 其实啊 这次入侵最初的动机 仍然是抢夺千财 但在入侵的过程中 这个目标逐渐升级 最后升级成占领开封 灭掉北宋王朝 下面我就带你看看 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话说呀 金兵刚刚退走 为什么会卷土重来呢 我在前面说过呀 金兵是不发军饷的 收入全靠墙 我在前面还说过 金兵上次入侵 是分成东西两路大军 不过最后打到开封城下的 其实只有东路大军 西路大军呢 在山西太原一带 被当地守军给挡住了 最后没能过来 东路大军和宋朝和谈 捞到了一笔巨款 西路大军没能捞着 行李当然很不爽了 于是西路大军的统帅 就开始煽动 再跟北宋干上一仗 要打仗 你得有借口吧 正好这个时候 宋朝就主动送上了借口 我在前面说过 金兵撤退的条件之一 是宋朝割让山西和河北一带的三个军阵 宋清宗当时被金兵吓破了胆 满口答应了下来 不过事后一看 他才发现 坏了 这三个军阵都是战略要地 要是割让给金国 整个山西和河北就都守不住了 要是山西和河北守不住了 都城开封就更难防守了 那怎么办 宋清宗顿时起了反悔的心思 有意思的是啊 不仅是皇帝想反悔 这三个军阵的将士们也根本不想执行皇帝的命令 金兵在撤退的途中路过这三个镇 和宋清宗派出的特使一起来到城下 特使向城里宣读皇帝的诏书 说皇上已经说了 把你们这个镇割让给金国 你们要服从皇帝的命令啊 金国将领也站在旁边满怀期待 以为城里的军队会乖乖地出城投降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只看见弓箭和石块从城头上飞了下来 这一次很明显了 让你们快滚 消息传回朝廷 宋清宗又有了信心 正好这时 一群主张对金国强硬的鹰派 也在他身边鼓刀 说这笔账很容易算啊 要是执行条约 把三个镇割让出去 那大宋朝就是一个死啊 要是反悔不执行 金国杀回来 跟他们拼一拼 那说不定还有活路 宋清宗觉得有道理啊 所以金兵还没撤走多久 他就右派特使追上金兵 提出了新的方案 说希望能把这三个镇保留下来 作为补偿 我们每年多给你们一点钱 不就完了 金兵的统帅一看就愣了 两国外交谈判 还带这么出尔反尔的 一时没想好怎么回复 宋清宗这边啊 半天等不到金兵的回复 急了 以为金兵不肯答应 于是他又向三镇传达新的招数 说你们千万不要投降 都给我就地抵抗 宋清宗还派出大将 率军支援三镇 这使得他已经完全忘掉了 金兵包围开封的恐怖景象 他喊出了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 叫祖宗之地 尺寸不可余人 老祖宗留下来的地 一尺一寸都不能割嚷 你看 跟打了鸡血似的 你早干什么去了 金兵一看 你们宋朝 这也太不地道了 正好当时 西路大军的统帅 本来就心怀不满 看到机会送上门了 当然不肯放过 于是 他马上联系了 东路大军的统帅 仍然是兵分两路 再次南下 进攻宋朝 请注意 金兵上一次入侵宋朝 是一一二六年正月的事情 这一次入侵又是什么时候呢 是一一二六年八月 两次入侵之间 只隔了半年多 北宋朝廷实在是无力 重新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于是 金兵长驱直入 就连上次被挡在山西的西路大军 也顺利地攻下了太原 三个月后 金兵两路大军 再次渡过黄河 来到开封城下 宋青宗啊 看到这幅景象 反应非常有意思 他再次派出特使 去跟金兵谈判 说之前 是我不对 我不该反悔 山西和河北的三座军阵 可以割让给你们 没问题 马上就割 不过啊 金兵可不是那么好糊弄 他们提出了新的条件 这次啊 可不是割让三个阵那么简单啊 你们得把整个河北和山西 都划给我们金国 以后 咱们就以黄河为戒 另外 你们还得再赔我们一笔钱 请注意啊 金兵固然是漫天要价 但这至少说明 他们这次的目标 仍然和上司差不多 就是要宋朝 割地赔款 而不是彻底灭掉宋朝 金兵 驻扎在开封城下 和宋朝 边打边谈 最后 谈出了一个天文数字 宋朝要赔偿金国 一千万两黄金 两亿五千万两白银 和上次相比啊 黄金增长了两倍 白银增长了五倍 即便是上一次 宋朝最后也没凑够数 这次就更像是一个 无法完成的任务 请注意啊 对宋朝来说 这次的局势 比上次更加不利 上次 金兵只有东陆大军一路人 打到了开封城下 这次呢 却是东西两路 更重要的是 西路大军还封锁了铜关 铜关是什么地方 那是连接陕西和河南的通道 前面提到 宋朝最精锐的军队是西军 西军长期驻扎在陕西北部 防御西夏 铜关一旦被封锁 西军也就出不来了 于是 开封也就失去了 最有力的援军 西军来不了 其他地方的援军 又缺乏战斗力 开封城很快就陷落了 你可能以为 开封城陷落了 那北宋就算是亡了 宋朝皇帝就被俘虏了吧 其实并没有 其实到了这一步啊 金兵对宋朝皇帝 也还是客客气气的 正月初一那天 他们甚至还派了几个使者 来给宋朝皇帝贺岁 当然啊 在赔款的问题上 金兵倒是一点不含糊 他们派了代表 常住在开封城里 专门负责监督北宋政府 催着他们赶紧把赔款给凑齐 当时北宋政府啊 还制定了筹款指标 下发给各级官员 不同级别 对应不同数目的经营 官员要是完不成指标 就会被抓起来 一时之间啊 开封城里热火烧天 金兵看上去 只要拿到了钱 就会撤走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正月初八这天 金人提出 让宋清宗出城一趟 理由呢 是和他商量一下 给经过的皇帝上一个尊号 宋清宗有点不安 但还是去了 不敢不去啊 没想到 去了就被扣住了 好几天都没回来 金兵这么做啊 是因为形势的发展 越来越超出他们的预料 他们原以为 开封城都被我们给打下来了 只要我们一声令下 赔款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宋朝政府 在开封城里大肆搜刮 老百姓的负担 已经到了极限 于是城里开始出现了暴动 居然有老百姓放了一把火 把上书省都给烧了 金兵看到这幅景象 开始慌了 要是开封陷入无政府状态 那宋朝承诺的赔款 可就泡汤了 更重要的是 宋朝还承诺 割让河北和山西的土地 要是中央政府都瘫痪了 这土地还怎么交接啊 金兵统帅面临这个严峻的局势啊 开始思考对策 当务之急 是尽快稳定秩序 宋朝皇帝不仅不讲信用 还很无能 连自家都城里的事都管不好 让他们凑点钱缴纳赔款 结果他们就把开封城 缴得乱七八糟 连基本的秩序都没了 好的 金兵统帅想到这里啊 得出了一个结论 宋朝的皇帝靠不住 应该废掉信赵的皇帝 重新立一个新的皇帝 换句话说 在宋朝领土上 扶植一个金国的代理人 保证他既能维护秩序 又能乖乖听话 你看啊 金兵统帅的思路 和后来的美国总统差不多 派兵在海外颠覆一个政权 再扶植一个代理人 于是 金兵最后的做法是 把宋徽宗 宋清宗父子 以及北宋皇室 全部俘虏 押回金国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 靖康之变 同时 金兵还在北宋领土上 选了一个代理人 立他做了皇帝 这个人是谁呢 他名叫张邦昌 为什么是张邦昌呢 因为张邦昌的级别很高 他当过宰相 更重要的是 在宋朝的大臣当中 张邦昌一贯对金国很友好 当初 宋清宗答应 割让河北和山西的三个军阵 陪着金兵去这三个军阵 转达皇帝旨意的 就是张邦昌 所以 金兵统帅就立张邦昌做了皇帝 改国号为大楚 这个政权 在历史上 一般被称为为楚 虚伪的为 因为 后世都认为这个政权 是汉奸卖国政权 不具备合法性 张邦昌也因为这段经历 在各种民间的演艺小说里 被黑得一塌糊涂 比如在描写 岳家军故事的 说岳通俗演艺里面 张邦昌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臣 阴险狡诈 陷害忠良 到这里 靖康之变的前因后果 也就说完了 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场事变中 精兵的目标是逐渐升级的 他们本来只想让宋朝 割地赔款 这个诉求 最后却变成了 俘虏宋朝皇室 另立新军 是因为 他们觉得宋朝皇帝 不讲信用 出尔反尔 而且又很无能 稳定不了局势 我们在切回 宋朝的视角 来回顾整件事 就会看到宋朝最大的弱点 还不在军事上 在于最高统治者 在外交决策上 左右摇摆 出尔反尔 贪小便宜 缺乏战略思维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 也和儒家文化 对宋朝皇帝的 长期规训有关 北宋的皇帝们 除了宋太祖赵匡应 和宋太宗赵光义 都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 甚至寸步不离京城 对外界缺乏了解 这样的皇帝 要他学会 从战略角度思考问题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啊 战略思维真的很重要 他事关国家兴衰 天下兴亡 好 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 下面总结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北宋从盛世的顶峰 到王国的边缘 只用了三年时间 这背后的原因 一是北宋在军事上的软弱 二是宋慧宗贪小便宜 接纳了金国叛将张觉的投降 给了金国侵略宋朝的理由 于是金兵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就包围了开封 第二 金兵本来没想灭掉宋朝 只想让宋朝各地赔款 这一来 是因为金兵没有军饷 收入全靠抢 所以他们对金英钱财更有兴趣 二来 是因为金兵面对宋朝各地不断到来的援军 感觉到了压力 于是选择拿了赔款 就赶紧撤军 第三 金兵因为宋心中的出尔反尔 发动了对宋朝的第二次战争 这次战争一开始 金兵的目标也只是让宋朝各地赔款 但由于他们觉得宋朝皇帝不讲信用 而且无力稳定局势 于是最后选择废掉并俘虏宋朝皇室 同时扶植代理人 所谓的靖康之变就这么发生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